可能宋慧桥和宋仲基都没想到 时隔四年两人又同时被捧为顶流 上一次顶分相见是结婚时 后来官宣分手 两个人事业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分开的不体面 闹得沸沸扬扬 而今年一月份 韩国演员品牌价值榜新鲜出炉 排名第一的是41岁的宋慧桥 排名第二的是他的前夫 37岁的宋仲基 两人都是时隔许久后才登上了这个榜单 真正实现了顶分相见 真没想到 两个人的事业那么同频共振 同时搭上了网飞 同时拍了一部复仇剧 而他们本身如同他们的新剧一样 完成了复仇 实现华丽转身 宋仲基拍了财阀家的小儿子 首播创下的收视率是24.9% 在首尔圈是26.9% 是2022年收视率最高的韩剧 即使在收费的韩国有线电视台JTBC排名第二 这也是宋仲基本身最高的记录 另外 这部剧播出后 宋仲基的讨论度和国民喜爱度也创下了记录 2022年12月 韩国盖洛普发表的韩国人喜欢的电视节目 财阀家的小儿子这部剧排名位居第一 获得16.6%的喜爱度 是近十年以来 韩国所有节目之最 话题性也是压倒性的 12月的Git Data调查 这部剧连续五周稳居首位 可以说当时的宋仲基在韩国 是红到一塌糊涂 无人能比 唯一的遗憾是这部剧有点烂尾 没有分神 因此被韩国网友耿耿于花很久 当然 他的成功受到影响最大的 还是同档期有新剧上映的前妻宋慧桥 不过好在同样的复仇剧 同样的枉飞剧 宋慧桥的脸依旧能打 加上爽剧 层层推进的剧情 这部剧在韩国人气很高 甚至让宋慧桥全球刷脸 人气口碑上落了下风 宋仲基就在生活上找回来 光速公开恋情 婚讯 为了让妻子KT的生活更愉快 宋仲基早早将女方的父母 也都接到了韩国生活 并安排KT和娘家人一起 住在宋仲基新搬入的 200亿韩元规模的离太远家中 并且在1月30日 宋仲基毫无征兆地 透过社交平台宣布自己已经当爸爸 和女友凯蒂登记结婚 开始了自己第二段婚姻 在长文中 宋仲基表示要和在她身边支持她 互相珍惜的凯蒂 一起度过今后的人生 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同时她也认定 凯蒂有一颗善良的心 对生活充满热情 是令人尊敬的贤明之人 正因为有了她 宋仲基也认为 自己正在成为更优秀的人 但是对于凯蒂带娃的事实 只字不提 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宋仲基 对于当下生活的满意 从2022年12月26日 承认恋情后 不过一个月就在婚身子 这番高调示爱也算是 彻底和宋慧桥的第一段婚姻 划下了分割线 让往事随风飘散 因为在此前公开恋情时 凯蒂虽然被宋仲基的 经纪公司认定是圈外素人 但是不少网友都迅速找到 这位凯蒂 也曾经是一位演员 早在六岁时就参演过 《法律与秩序》第一季 其表演生涯一直延续到2007年 最后一部作品是《处女帝》 身材火辣 容貌轻利的凯蒂虽然淡出演艺圈 但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惹火美人 同时 她也因为被曝光挺着大肚走红毯 私下与一位小女孩 平凡晒照片 被认为早已经当上妈妈 被猜测已有两个孩子 而长女已经十岁 还有一个小儿子 这也意味着 宋仲基除了迎娶娇妻 还将成为继父 与宋慧桥离婚三年多后 宋仲基再次步入婚姻 这一面让人震惊 另一面也引人祝福 毕竟这段感情来的真的并不容易 在前一段婚姻结束后 曾有媒体曝光宋仲基 与太阳的后裔女二号 阿斯大年代季终有合作的金志愿 坠入情网 曾经以嘉宾身份亮相 宋仲基和宋慧桥的婚礼 一转眼却成了新番女主 金志愿则迅速否认了传闻 与宋仲基极力保持距离 另一方面和宋慧桥已十分理智的 宣布完成离婚调节 结束感情关系后 宋仲基和前妻的关系看似客气 但却表现出对过往的不愿回首 转眼三年才有了新恋情 从守口如瓶到承认恋情 再到大方承认再婚 并且拥有了孩子 第一段婚姻爱得轰轰烈烈的宋仲基 这次显得低调 与太且依然坚定 这次他似乎对父母的态度无所谓 已经经历过一次婚姻的他 现在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喜好 外界怎么看对他来说不重要 宋仲基和宋慧桥宣布离婚时 宋爸正在外面和友人喝酒 突然得知消息后直接崩溃 很长时间处于失联状态 根本无法接受 而这次他除开立挺现任妻子 也将往事漂逾分钟 近日宋仲基和孕妻一起飞往匈牙利 据悉是要出国拍摄电影录机完 机场现身的人强 相信各位还历历在目 宋仲基身穿黑色运动套装 戴着鸭舌帽和口罩 打扮休闲却不失帅气 全程跟随在妻子的身旁 似乎怕其有任何闪失 小心翼翼的样子充满了爱意 值得注意的是 在他们的身旁跟随着多位保镖 众人将这对新婚夫妇围在其中 简直就是形成了一道行走的人强 并且凯蒂手上戴着一枚超大的钻石戒指 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光芒 让人很难不注意 还记得他和宋桂乔结婚的时候 钻戒是简单的薄金相钻款式 据说价格在三万左右 在婚后 给新婚妻子买了一枚 箱有巨大鸽子弹的钻戒 价格可想而知 而抵达匈牙利后 宋仲基婚后首次更新社交平台 照片中的他微笑索稳 虽然老婆没入境 但宋仲基打扮休闲也没装发 不像工作状态 照片疑似是爱妻视角 闪下大批网友 宋仲基16日和老婆凯蒂 一起出现在仁川机场 凯蒂手上还抱着他们的爱犬 宋仲基精晒出三张照片 坐在浴室中的他抱着爱犬那拉 轻易地像狗狗兜嘴索吻 而自然光照射下 可看出墙上还有一个人影 应就是随行的老婆凯蒂 照片中可看到 他们周围的环境几乎都是农田 十分幽静 不易受到打扰 而宋仲基看起来悠闲又放松 心情极佳的模样 宋仲基的甜蜜任爱 并笃定要和凯蒂与子偕老 也因为他第一段婚姻 实在太过于跌宕 因为太阳的后裔太红 柳诗正和江沐烟的爱情 也照入戏外 宋仲基和宋慧桥的绯闻不进而走 从各种活动时 忍不住亲密贴身接触 再到假期悄然出游 多次被媒体曝光恋情 但是两人持续接近两年的时间 都在否认绯闻 2017年6月25日 才刚刚否认了 同游巴厘岛的宋仲基和宋慧桥 猝不及防地宣布 在当年10月31日结婚 这让整个亚洲娱乐圈都振了一阵 为了这段婚姻 宋仲基不仅修建豪华婚房 还举办绝对豪华的世纪婚礼 不仅惊喜善 刘亚人 崔智友 朴宝剑 金中国等 大半个韩国娱乐圈的明星悉数前往 张子怡也作为宋桂桥的好友 担任现场直播 曝光了双送婚礼的场面 甚至连网友都调侃着 给他们的孩子想好了名字宋小宝 但是这段存在了各种祝福和话题的婚姻 还没来得及肆意洒糖 也没有等来爱情的结晶 刚刚坚持了两年就宣布结束 两人极力克制 友好的宣布婚姻结束 但是言语细节 却充满了芥蒂 宋慧桥也早在宣布离婚前 就被发现 大幅删除了过往社交平台上的内容 更换了社交平台头像 摘下了结婚戒指 曾经有多美好 后来就有多伤神 用来形容双送的这段感情最妥贴 离婚三年来 不缺两人和好的猜测 但都被彻底否认 这次双送夫妻离婚后的顶分相见 只是戏里都演了逆袭复仇的路线 戏外的他们都彻底放下了过往 宋仲基如今已经宣布再婚身子 宋慧桥则忙着 黑暗荣耀第二季的拍摄和待播 在荧幕里走到一起的他们 在荧幕外短暂交集 有各奔一方 宋仲基对现任妻子信誓旦旦的爱 并不再如从前说起 和宋慧桥时的娇羞内敛 告别了势均力敌的爱情 他最终选择了为了新的家庭拼搏 要变成更好的状态 无问对错 都是缘分一场 各行各路 也算是让往事彻底卸下了帷幕 不得不说柳时正和江木燕的故事 还是在影视剧里最好 让外面的都是缘分的 1979年 只要买到一江池春袋